現在相對來說我會多做一些片子 但這些片子長長短短不同情況 希望可以在多元化方面給大家多欣賞 今天就講這個 很久沒講過的人物故事了 非凡人物 我欣賞這位女性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女性 在香港 現在她都很出名 謝邱安兒小姐 或者大家認識她都是因為謝瑞麟的媳婦 所以就很了解她 當然我都講過謝瑞麟有關這個人 頗產的樣子 但是因為整個過程非常傳奇 所以就出現了包括她兒子謝達峰 和她兒子的太太這位謝邱安兒的情況 整個故事充滿了傳奇 令到別人對香港的女性 宿然起敬 2007年 已經有很多年前了 17年前 在春天的時候 香港的區域法庭 有一位女性 穿著黑色的衣服 很瘦弱的 很精緻的 淡的化妝 坐在旁聽職裏面 她手上戴著一隻戒指 安靜地聽著庭上的法庭 有關於法官和一切的所有原告被告的情況 休庭的時候 她和家人一起走出法庭 立刻被一大群記者衝過去 跟她聊天 那些攝影機 這些人都把咪下去 跟她聊天 問一些很尖銳的問題 好像彈弱的射在她 十足是你看電視劇的情況 這位女性就叫做謝休安兒 她的故事 是非常之女強引來的 令到大家覺得香港的女性 真是很了不起 這位出生在中產家庭 又在美國名校就讀的謝休安兒 原本是休小姐 她在機緣之後嫁給了香港的 所謂的珠寶大王 第二的兒子謝達峰 在我之前有說過 謝達峰其實不是太過給爸爸喜歡的 反而她的女兒 她就一直推舉她的女兒去做 後來謝達峰才回來香港再幫她手 謝瑞倫就是香港的傳奇人物 拿著三千元就白手起家 然後建立了紅遍整個亞洲的珠寶王國 她因為在地產那裡就投資 最後搞到債台高足 金融風暴搞到破產 然後又再捲土重來 30年之間就三起三落 所以是香港的傳奇人物 顛峰的時候再佣了20億的身家 在謝休安兒加入這個謝家的時候 謝瑞倫珠寶帝國就是紅遍亞洲的 那時候有門市 就大批大批的廣告 制起全中國的各大小城市 都是非常熱門地播出 那這只要通常的格局 謝休安兒就應該 就是風衣足食 為舒服到死 但都會做少奶奶 對不對 但是2005年開始 謝瑞倫珠寶金行就捲入了非法回勇案 因為那個時候 2003年開始 就自由行開始了 於是乎有些大街 就帶一些人去珠寶公司賣東西 每一個客人是有回勇的 在這方面 謝瑞倫就捲入了賄賂的情況 於是乎那個先生 謝立峰和家公 謝瑞倫一起被起訴 突然間整個家裡 兩個最重要的男人 就進去這個官司裏面 將全時間要打官司 打不成就糟糕了 因為你這家公司有這麼大的醜聞 就被停牌 當時謝休安兒 生了三個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你想一下 老公加工就隨時要坐牢 接著這家上市公司就被停牌 跟著自己生了三個小孩子 哇這件事真是大件事 對一個女人來說 簡直是狂風暴雨 這樣吹過來 突然的變故 更加有趣的就是 謝休安兒竟然是 臨毅授命 成為出任謝瑞倫公司的上市公司 主席當時停了牌 這個謝休安兒竟然就代夫從軍 真是厲害 代夫從軍 接著這個風雨飄搖的帝國 你知道那個時候 銀行也不信你 那些客人也不信你 提供那些珠寶的公司 那些金也不信你 那你又被人暫時停了牌 沒得上市 於是那些資產就鎖死在那裏 那這件事是非常非常之麻煩 那謝休安兒 不單要面對一大堆的經濟的問題 以及公司的危機 那他還要去梳理整件事 就是要將整件事的進展 過程啊 因由啊 跟所有的財務公司的銀行去談 還要解釋給那些供應商聽 就要溝通這樣 那希望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而當時呢 謝稅輪的珠寶公司已經停了牌了 他還要爭取這個的 謝稅輪公司復牌 如果不是那些資金就很吵架了 那你自己那些財富都不行啊 大哥你套不了眼這樣 好了 2008年還更加是大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當時通過了這個法庭的判決之後呢 他先生 謝達峰 還有這個老爺謝稅輪被判入獄 那分別是要坐三年多 還有五年的時間 哇大件事這樣 當時所有的閃光燈都影響了 落這個 代夫重軍控制這個 未能夠復牌的謝稅輪的 珠寶公司裡面 其實這個女人仔 這個謝休安兒 一個瘦瘦弱弱的小女兒 不是小女兒 那時候三十多歲 這個女人這樣 那他做了主席這樣 就是當時的財經版就不停地寫著 謝稅輪身譜 代夫重軍啊 這個真是非常之大的 淡子擺在自己的肩膊上面 那些舊朋友就問 謝休安兒 她說喂 你一向有音聲細氣又文靜 她學音樂的彈琴 所以呢 非常之文靜 絕對是一個很乖的女孩子 她怎麼搞得行呢 要面對整個這樣的 這麼動盪的局勢 謝休安兒當時跟她說 她說都是環境逼出來的 她說我已經決定了要走這條路 就不要回頭看了 她說但是如果你現在給我再選一次 其實我們不想走這條路 因為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那她說外面的人 經常說我林毅壽命 她說其實真正的情況是 她當時2005年就是發生事了 2008年丈夫就是 和這個老爺就被判了 就坐牢了 但是其實她說2005年開始 她已經開始 就不斷去參與司法的程序 是了解究竟那個案會怎麼判了 諸如此類 也有幫過老公看很多的文件 她說第二年她就擔任公司的 執行董事 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因為她2002年開始 已經在公司那裡做事了 她不算是半途出嫁了 因為鄭休安兒整體的整個事業 情況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先講講鄭休安兒的出心 70年代她是很典型的 生長一個叫中上家庭 爸爸媽媽就是醫師 那家庭是很疼愛她的 她是很乖的 她和哥哥姐姐一起 在半山的一間屋裡住 可能不夠住得到半山 就不簡單了 是不是呢 她讀聖Steven的女子中學 很開心地到了學生的時期 她說通常都是搞到 學校拖打了一段時間 她才走回學都不緊要 因為很近就在旁邊 她那個年代 她和很多父母都一樣 她是很保守的 她的爸爸媽媽 當然做醫療 當然盡量小心為上 她的教育是中規中矩 爸爸媽媽經常鼓勵 你讀好些書 那一位小妹妹 自小就很喜歡音樂的 八歲就開始學小替琴 每天都練兩三個小時 總之是很乖的 很聽話 總之沒有特別的安排 總之一直去參加這些合唱團 管弦樂隊 就算她自己十五六歲的 叛逆時期 她都不出去玩夜店 周末的時候 和女同學 朋友喝東西 就這樣度過 1988年就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當時十八歲的李嘉欣 漂亮到雲 用清純玉女的形象出道 拿了港姐冠軍 而那一年 謝休安兒十七歲 小過李嘉欣一年 她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單身去美國的波士頓 去讀大學 讀的是什麼科呢 真是奇怪 基本上跟我兒子一樣的 computer science 就是電腦工程科 就是我兒子一樣 讀這個computer science 好了 跟著呢 整班裏面 三十個同學 有三個女孩 都好一點 有三個 就是我問我兒子 全班都沒有一個 整級 但是有很多班加起來 不知道哪兩個 就很好笑 讀這個工科呢 就是她自己認為自己 很順理成章 因為她很擅長 這一點 她心思很神密 很喜歡邏輯分析的 理科生來的 她說從來她自己 死記的那些文章 全部記不到這樣 那美國大學呢 就好生活多姿多彩 那於是乎 這位就是 美少女 去到就很興奮 她說 她跟自己說 不要每天都去圖書館那裡 就是 不斷死讀書那樣 就是 白過了這些 其實就是 在外國讀大學的日子 於是乎 經常去參加不同的團體活動 就跟一些印度人 中東人 歐洲人 不同的地區的學生 一起去學習 於是 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世界風情 又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 很多元化 那去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她就 主動去了一間 波士頓的公司 電腦公司裡面學習 那 她說自己很小時候 最喜歡去一些什麼 就很少人 願意去做的崗位 那 尤其是一大班男人去做 就對了 她說我自己一個女孩子 就去挑戰 就是一班男孩子 同一齊做事 很有成功感 她說分析能力 不是男人 獨有的 是啊 劉定堅 你經常都說分析這個分析那個 哎呀 不只是你獨有的 女人的分析能力 那個人更厲害 這樣 謝休安兒 就強調自己 分析力是很強的 這樣 她說老闆對她很滿意的 形容自己是老闆很喜歡的員工 她第一次經歷了自己的職場生涯 然後又去了一間電腦公司 硬件公司 當然啦 周圍那些都是男人來的 她說 她過了很悠閒的Boston的生活 這個歷史名城呢 就被稱為美國的瓦典 有很寬闊的街道 環繞城市有個公園綠地 那夏天可以去就是 這個昆西市場走走走這樣 然後秋天又可以駕車走去那些湖 那裡看一下樂業那樣 就很捨義那樣 那她自己就想啊 即是有空就為白鴿那樣了 她說哎呀 很開心 那她都是想著就 就算讀完大學之後 就進修去做研究院那樣 去做學術的事情那樣 那她以為她自己會 留在Boston那裡結婚生孩子那樣 過了很平凡的生活 直到她遇到她真正的男人 謝立峰 那她自己有名句就說 當你遇到你喜歡的人呢 一切都會改變 她原本是和謝立峰 一齊都是同一間學校那裡讀書的 那大家互相認識的 但是就沒有什麼很密切的接觸 那畢業了之後 大家都留在波士頓那裡做事 那謝立峰沒有直接回到家裡的老王手 那就是家族生意 因為她另外應該是個姐姐 如果沒有記錯 那在偶然的機會之後呢 就這個的 謝優安儀呢 就去了一間的 很知名的世界的IT公司那裡做事 那哇 正想著呢 就是大展前腳那樣 怎知道呢 在 星期六的時候 她當然啦 一個很好的記錄圖 就會有回到教會那樣 那海後了當時 都是回到教會的 這一位的 香港珠寶大亨的 下一代 第二個兒子就是謝達峰 姐姐在香港一直幫著爸爸的 這樣 爸爸就很信任姐姐的 所以那時候謝達峰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權力也都沒有什麼 爸爸是想著要把這些生意交給她 完全沒有這樣 那謝優安儀呢 就說 謝達峰很可愛的 他很風趣又很坦白的 很直率的人 從來不會戴假面具 這樣 他說戀愛了一年之後呢 他就因為謝達峰 奉命要回到香港 幫他爸爸去發展 珠寶的家族生意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我爸爸要炒樓 那個姐姐都是 大家都把這些時間 都把這些時間丟掉去炒樓 炒這些炒樓 於是乎 不要搞了 你也是回來幫忙 於是謝達峰就回到謝瑞頓去幫忙 他們就展開了這個 香港和波士頓兩邊一起 互相走來走去 足足三年長的雙承戀 1995年 這位當時還是叫優安儀的少女 就在美國已經經歷了八年的時間 覺得應該要找一個穩定的情況 於是他就跟謝達峰回到香港 準備結婚 很快一年之後就嫁給他 入了豪門 做了少奶奶 但是呢 對於優安儀來說 她沒有放棄她自己的工作 因為她當時已經是一個IT人 她繼續在IT界工作 你知道當年 二千年都未到 你已經是在做IT 多誇張 二千年才是科網股 你想想 所以那時候的優安儀 是非常非常熱的 大家都要搶她 你想想 那時候隨便打過網 都說已經是專家了 懂得打這些網 真是很誇張 而呢 謝爾安儀呢 後來就加入了 Motorola的品質管理公司 當然 當時的Motorola很厲害 那她是即場一路向前 四年之後 她已經是IBM 香港公司的高層 你想想 如果謝爾安儀做下去 根本就是香港IBM的 可能是地區區域的老闆 已經 但是呢 西市沒有這樣平鋪直述的發展 因為呢 大家會知道 香港遇到這個 亞洲金融風暴 一聲 當時這個謝瑞倫 在她的女兒一起帶動之下 兩個人一起投資了很多錢 用了很多槓桿方式 就搞地產 終於一個的 亞洲金融風暴 就大件事了 朱寶大康 一夜 債台高速 就被法院宣佈 破產啊 嘩 大件事 而破產的前程 作為這個 集團 當時的繼承人 因為那個姐姐已經殘了 那時候 因為這個 投資地貨地產的 衝擊 打擊得太大 那這個繼承人 謝達峰 就接手 爸爸這個 烏山戶 大哥 但是那個時候 沒有了錢 怎麼搞 他一定要令到這些業務 就繼續去照上運轉 如果不是那件事 那麼 2002年 就這個 謝優安儀 就當時 辭去了這個 IBM的 諮詢顧問的 高薪職位 就加入了 當時水深火熱的 謝瑞倫珠寶 那麼 他當時都說 他為什麼 跟那個先生 並肩作淨呢 因為 他看到 謝立峰 是一個 老公 是一個 很有革命性的人 那麼 在美國讀完書回來之後 帶了很多 新的想法出來 希望做一些創新 但是 那個企業裡面 一定沒有什麼人去理解 因為全部都是你做金行 那些很老賣的人 怎麼會有什麼新的思維 那麼當時 他說他自己在這個IBM做得很好 這樣 在系統檢測方面 很有經驗 他說如果這些能力 放在外面的話 他就可以 有很高的薪水 得到老闆的肯定 就繼續發展的肯定事業都很良好 但是 那一刻 他覺得 老公更加需要他 所以他就放棄了一切 就是自己所有IT的專項 你想想 那時候2002年 哇 真是 還是科網 是他想了下來 但是科網的時候 就是你有科技啊 這些這樣的能力 你真是值錢都不得了這樣 可以很舒適這樣去做一個 就是高級職員 那麼 但是他放棄了 就 因為他覺得 跟老公一起打拼 這件事情 是更加 就是有意義 那麼於是 他就進去採購部 一點一點學 女人對珠寶容易入手 珠寶 是不是 是女人都喜歡珠寶 那麼 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為 他們由拍拖 到結婚的階段 其實因為 那個丈夫 都是做珠寶的 那個 就是丈夫的老公 老爺 那些 就是 那個老爺 就是丈夫的爸爸 那麼於是 其實他經常都跟他說 有關於珠寶的事情 所以他一邊聽一聽一聽 因為 因為 恩恩怡本身就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都理解了 哦 原來珠寶行業的知識 是這樣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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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就幫手 開始就去這個 謝瑞倫的珠寶公司做事 這樣 到2003年 開始幫 那個老公 就進行公司的大刀闊斧的改革 這樣 那麼 他說當時 2002年 謝瑞倫珠寶公司 香港第一 十幾間的店 你表現上 就覺得 那個規模都有限 但是 他在內地 因為那些內地 那些小一些 的 都是 他已經有百幾間店 這樣 當時公司的管理 和行政的運作 和營運 非常之保守落後 這樣 他是希望將它變成 國際化 以及 將採購 加工 零售 門市 人力資源 全身去 打散它 從頭再造的架構 那麼你想想 兩位剛剛讀完 這些高的學歷的人 尤其是 這位優安儀 他在電腦方面 整個System系統 是很熟悉的 他當然想將它再改革 於是從門市的裝修開始 到員工的規範 又請專家來幫我們 再重新培訓 那些員工 就將原本的U型櫃桌 變成開放式 那些人可以直接進去看 這樣 不要再以後隔著隔著 這樣 更符合這個 國際潮流的標準 這樣 這個謝優安儀 無論在工藝上 和在珠寶設計 再加上 整個 就是給人的感覺 這個珠寶公司 都是一個 國際品牌 大型的公司 這樣的感覺 那麼 真正令到 整個集團 對謝優安儀 這個人 另眼相看 就是他進行了 四年的系統 他還要是營運總監 神經病 當然要把整個系統 改過 當然 很多老臣子 就很不習慣 因為電腦都沒見過 現在很多人對著手機 就是上網都不懂 對不對 你突然間要這麼多 有什麼北市 什麼北市 就很困難 這樣 是的 走到很多阻力 這樣 那麼 他仍然當時是非常棘手 很浩大的工程 過程很辛苦 性質很複雜 牽涉的部門很多很多 那麼 同時他是要很小心的 控制這個成本 有了這個系統就幫了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 他都說到凌晨三四點鐘 還在公司那裡做的事情 那麼到了05年開始 謝瑞麟就因為 剛才說過了 就是這個 就是03年那個的 之後幸 那麼搞到有些 導遊帶一些客人來 收回湧 那麼就被人告他們 貪污 那麼當然了 因為大家互相 珠寶公司之間 是有競爭的 我打倒你之後 你比競爭對手少 其他人就碰了 所以這個 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到了2007年 法庭就開始聆訊 那麼 謝康安儀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就讀完書之後 他很理解 他說 遇到你的麻煩 就沒事的 他說你得到一個好法 就是面對他 選擇去面對他 那麼他 基本上很早起床 一起床就 立刻看法庭的文件 就跟著 或者翻閱一些 法律的專書 陪他先生一起去支持他 他說他從來沒有哭過 他們哭沒有用的 沒有作用的 他說 他是一個很理性 很冷靜的女人 他就陪他老公 一起參加 每一次跟律師的會議 就參考很多 法律知識的書 提出很多 有用的 意見 一路跟進個案子 他說 那時候幫助他很多 就是他學了很多 法律知識 但是每一次 就 又要理法律 又要理老公 和他之間的心態 跟著要理公司外面 對一些客戶的情況 大家對這些憂慮 跟著又要搞定資金流 又要管理公司 還有三個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當時他的大兒子 就是十歲 第二個是七歲 最小的只有四歲 哇 真是大件事 幾年之間生三個 原本就舒舒服服地 做大公司高層 哎 現在不是了 你要做到三四點鐘 子女怎樣照顧 你也是要照顧的 不是怎麼搞 找都是找媽媽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他說 沒有東西選擇 不要退縮 你遇到一件事之後 你就直接去面對 他說希望那些子女 當時他說看到的 那些小孩子看到 爸爸媽媽去面對一件 很嚴重的case 努力去面對他 就做了一個好榜樣 給那些小孩子看 那麼 為了應付這個官司這樣 那就 謝安 謝安兒已經根皮力揭了 但是 還有小孩子 更麻煩的就是 一大堆 蜂擁而至的記者 這一班的媒體的記者 就不停用不同的方法 希望去拍攝他們的相片 拿到一些特家的新聞 因為當時他們就在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尖刀的刀口上面 大家想看看你怎樣死 對不對 就是說你不用瓜 對不對 你剛才破產又盛 現在你怎樣搞 可不可以搞得回這個謝稅輪 這樣 最重要的是 一間公司 停一下 那好了 開庭第一個禮拜 很多記者 就圍住在那個樓下 那樣 那當然 他們 記者的目標就是 謝稅輪 和謝稅輪的兒子 因為他們兩個 互相是 有 就是 challenge對方 諸如此類的 這樣 就不講細節 我另外一條片有講過 那 那 他說他們兩個父子 永遠都笑嘻嘻地對著記者 隨便拍 那樣 那 就是說 他說他後來都學會了 就是當你面對記者的時候 總之就 鬆容一點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樣 他說你不要很緊張 那 其實 哪有這麼容易過 對不對 因為去到2008年的夏天 就判決就出來了 那 那 謝稅輪就判三年 超過三年的牢 那 那 這個謝稅輪要坐五年 哇 其實很多 那 那 媒體當然是一片唏噓 那 公司已經停了牌兩年 那 人心惶惶一定是 喂 會不會撐得倒下去 那 那 到了2008年6月的公司業績 發佈會那裏 那裏 謝休安兒是首次以這個集團的主席 的身份出現 由我 現在謝休安兒去帶領這個 的謝稅輪珠寶公司 他就強調自己呢 就是 會盡力去將一間公司 走上這個軌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情 只是四個字 就叫做 那 那 這個謝休安兒 沒有了 丈夫 的 支持 一個人 怎麼搞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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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由壽命之下呢 就 他頂不頂得住這個責任呢 那 其實他就說 2006年 他已經做了公司的 執行董事 這樣 當時其實還有其他人呢 就是後任做總裁的位置 的 他 只是其中一個的人選 那 壓力是有的 那 那 當時的先生 謝立峰 就很尊重他的意思 他說 如果你不想做 或者真的做不得 做不得 我不會逼你這樣 他說 你自己隨便你自己去選擇 那 他自己就覺得 因為 作為太太呢 能夠和他承擔家族的責任 是一個 就是 義不容辭的 行為 他覺得 家族的生意很重要 他非常之重視一代 盛傳一代的理念 那 於是 謝休安兒 他就願意 擔任這個任務 他說 婚姻是一個承諾 使命感支撐 他必須要做這個選擇 那 這個跟劉定堅的意念一樣 紛爭就是一個很莊嚴的承諾 不是隨便地說 離婚啦 我們不喜歡 就什麼什麼的 就不可以這樣 好了 那一年 接掌這個 謝瑞倫的專武公司的時候 他是37歲 外面 看他就是很柔弱的 這樣 一個很嬌小的女人 究竟能不能夠 令到公司平穩的過渡呢 搞得好 那些供應商 還有 借了一些債給他們銀行 還有去面對 要怎麼跟聯交所 要搞得好 大哥 要給他上市 服事 要不然就很大問題 而全世界都說 這個 代夫從軍的 容若的女人 受弱的女人 究竟可不可以做得好 最艱難的 那時候 老公人在身邊 跟著一大班 那些 就是三個小孩 有個讀幼稚園 那樣 有空無事 哭不哭 那他怎樣呢 他就說 他的信仰幫了他的 他好像自己 困在密室裡面 那樣 就 一片天窗 那裡 沒有人可以問 他只可以問上帝 就是這樣 那沒有辦法 他說 上帝與他同行 他說這個是很實在 和很寶貴的經驗 那他有空無事 就祈禱了 那樣 他說信仰 成為了他的救命草 也都令到他最後 帶領他老爺 謝瑞倫 和他奶奶 一起信了耶穌 一起回教會 查經一聽到 那樣 他說這次呢 都算是他們一個 很大的成功 好了 那災禍面臨 就是在面前 這一位的謝休安兒 一滴眼淚都沒有滴過 他是昂首迎接了 另外一個難關 每日工作超過12個小時 處理各種大小的事 2008年11月 謝瑞倫的珠寶公司 在香港 就發表第一份 他上任了之後 的半年的中期業績 即使在當時來講 全球的經濟 2008年都不是好 當然是重創 是不是 股東應佔的盈利 謝瑞倫的珠寶公司 大幅上升了 141% 給一個很亮麗的業績 大家看 他和公司的管理層 展開了外交的攻勢 不停地和港交所溝通 交涉 給多些文件 證明 盡量去給你看 終於去到2009年的6月 港交所同意了 謝瑞倫珠寶公司 復派 開盤第一天 跟所有這些停牌的公司 徹底不同 他由三年多之前的停牌 每股八號一子 一升升到兩個九號八 剩下三倍 所以為什麽代夫重軍的謝優安儀 成為了香港的女強人的代表 就是這一戰打得非常漂亮 由八號一子停牌 大家想著你壞了 他變成兩個九號八 跟這個家族贏了漂亮的一仗 謝優安儀就說 在這個世上沒有捷徑的 他說你什麽都認真些去做 這樣就OK的 這樣就有好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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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認真去做就行嗎 很多人認真去做 你這個大媽春就認真去做 認真去做 認真去做這個直播 是不是先做一劈糞 不是的 要講能力的 很老實 不是認真去做就行 這件事我不同意 謝優安儀不好意思 他說困難就給了他機會 就讓他可以發揮能力 就服務他的家庭 這個是他的榮幸 他說當時當然是有這些驚心動牌的情況 但是他已經過去了 那麼他就很肯定地說 他說你對事情的態度 是決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如果一件事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你就抱著很麻煩 很麻煩 煩死我 他說你有沒有很清醒的腦 去面對這些事 將壞事變成好事 他說你遇到這些事 你勇敢一點面對他 就沒有問題 謝優安儀成為了香港港女的代表 這一位港女真是厲害 令到香港所有的女人都蒙上光彩 港女大翻身 謝優安儀 多謝大家 祝福他 在現在越來越慘淡的經濟之下 還可以繼續做好這個借稅倫珠戶公司 他現在是零售業的代表 所以大家如果你看一下 他現在都說了 他要求那些 最近他要求那些 業主減三成租 我想這件事沒有可能成功了 3%可能會有的 所以地產去吞誓這些租金 租客其實很痛苦 當然如果你去到越來越多這些吉位的時候 其實那些業主想不投降都不行 都是要給多些機會這些香港的公司 好 這個故事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走過謝稅量的時候記一下 今時今日仍然是由謝優安儀帶領他先生 退居幕後 都是一起去帶領公司 出了肉的了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故事 記住傳給你喜歡的朋友 點讚和訂閱 多謝 拜拜